補習社導師蕭源 撤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被判監14個月 原名蕭志勇的蕭源 2016年擔任現代教育中文科補習導師時 被控串謀考評局中文科口試主考員張國權 接收口試試題 在第二年串謀另一名口試主考員吳宏良 接收口試的評分標準 蕭源早前被裁定 兩項串謀公職人員失當罪成 兩名主考員各一項串謀公職人員失當罪成 辯方在屯門裁判法院求證時說 蕭源並非有意衝擊文憑市的公正性 裁判官批評行經事實上損害考試制度 判蕭源監禁14個月 其餘兩個人分別被判即時入獄8個月 和判監5個月 換刑兩年